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 总统府秘书长杨静天 杨秘书长特别来为我们加油打气 那么以他的层级 以他的高度来参加我们的论坛 其实就是代表我们的国家 特别是政府的公部门 对于儿歌的推动 是非常愿意在这里为我们加油 那我们现在掌声欢迎 我们总统府资政 申学庸 申教授 以及我们总统府秘书长杨静天 杨秘书长 另外有我们台一大表演艺术的蔡院长 请大家 请贵宾就座 谢谢 好 请老师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兴奋 在今天的论坛 能够请到贵宾 我们总统府的杨静天 杨秘书长来 分享他对于儿歌的看法 那么对于儿歌推动的一个尊重 那我们首先就 恭请杨秘书长来致辞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于儿歌的 您的看法 您的鼓励 谢谢 大掌声欢迎 总统府宣志正 国立台湾艺术大学 蔡永文 蔡院长 还有在场的各位关心儿童音乐教育的先进们 各位老师 各位有一些同学吧 各位音乐界的朋友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承蒙孙之正的邀请来参加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论坛 有关让爱看得见新儿歌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歌的这个专题论坛 感到非常的荣幸 首先要特别感谢我们音乐界的大家长 孙之正学用教授 他这一次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重温我儿时的一些非常美好的记忆 而且那个儿时的情境也很容易的就在这个场合上面涌现在我的脑海里面 因为大家也许不知道我也曾经跟很多在场的这个先进们一样 我曾经在小学担任过老师三年 其实我学的是师范教育 我是念师范学校 所以我在学校里面也教了三年书 就是这一段期间让我深刻的感觉到孩童教育的重要性 这个儿歌在孩童教育更是扮演了一个非常很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格培养的这个一个课程 我们常常听到同这个很多朋友提到 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 我想大家一定都常常听到 而且说不定你们常常也是这样讲 那确实也是如此 因为透过这个音乐的熏陶 音乐的这个教育 可以让孩童在他人格成长的最初的那个阶段 建立一个很正确的人格跟人性的这个基础 这个可以说是学音乐的这个阶段 从小孩子开始 让他们懂得欣赏音乐 然后从音乐的传唱之中 可以让他们得到很多 不只是快乐而已 我刚刚提到的这种人格的这个培养 善良的这个纯真的这个人性的深化 在那个阶段把它建立得好 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社会上很多这个乱象 很多年轻青年人 这个其实如果小时候啊 好好的学音乐 学美术 学这一类的文化熏陶相关的 这个领域的这个 课程的话 我相信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变 目前这个社会的情形会有很大的改变 不过现在我们知道 小孩子啊 这个因为他们 在学儿歌的时候啊 大部分都是以大自然的 这个 情境 作为这个歌词的内容 也对于他们生活周超的 这个 这个习惯 告诉他们你要这个 好像是 以前我小时候还要唱这个 卫生啊 洗手啊 那个各位也许都还记得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这样子一条一条唱下来 这个也是 不只是歌曲 这是教他一个很正确的 保持一个卫生良好习惯的 所以儿歌的学唱 真的是 作用无穷啊 作用无穷 我想从事教育工作的人 对这方面的认识 应该都非常非常深刻 那么 在这种多元清清的这个内涵 作为儿歌的内涵的 这个课程啊 我相信在他们 朗朗上口传唱的过程之中 很自然的 就会融入到他们的 这个心灵里面去 深化我刚刚提到的 深化了他们这个纯真的 而且善良的那一份天性 那一份这个可以说是 我们余生俱来就有那一种 善的那一部分 这由儿歌更加深化了 所以对于孩童的教育的重要性可以说很重要 那现在有一点不大一样 跟我们也许跟大家 我们我跟大家可能有点这个年代的这个 这个 但是我相信大家也得了解 现在的儿童生活的环境 大部分都是在这个网路非常发达的 从两岁 两岁 一岁多就开始这个划手机啦 划iPad啦 而且用的比我们还用的还这个灵巧 这个我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 我看他们用的这个手机啊 不是真正用手机来这个打简讯 就是说看照片啦 溪里花啦比我还用的很灵活 但是他们的生活环境 现在因为整个科技的发展也好 社会进步的也好 工商业发展的也好 都是影响他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周遭的环境 这是一时之间我们也不可能改变的 也不必特意去改变它 但是怎么样来引导他们 所以我就提到刚刚所讲的 我们儿时唱的儿歌 跟现在儿童所面临的生活的 社会的学习环境的改变 是有一点点落差 是有一点落差 那怎么样让现在的儿童能够学习到 传唱到他们跟他们现在生活 现在的学习环境 更贴近的一些儿歌 那就很重要了 当然不是旧的都不好 我刚还跟申之正 还有这个蔡教授蔡院长在谈 我们以前唱的儿歌 现在有些都非常有用 非常贴切 但是总是有一些 跟现在儿童生活是有一点距离 各位一定记得有一首儿歌叫做家 家 就是我家门前 我家门前有小鹅 后面有山坡 山坡上面野花朵 野花哄思呜 小鹅里 哀哀捞 alert 爱爱爱 临来 伟次 too 船山 пред 孝岭头一aba 幽儿快乐 uncertainty 多好的歌 對不對 但是想想看 現在尤其在都市裡面 在台北哪有家裡 後面有山坡 很少啦 你住到這個木柵 住到這個新店的 綠的山坡上面去 但是有山 但是也不一定有小河 也不一定有白鵝 所以生活當然是 大部分的都市的小孩子 對這首歌的 生活上面的連結 就有一點距離 就因為這樣子 我們確實有需要 替我們這一代的 這一代的兒童 來找出一些 更貼近他們目前生活的 學習環境的一些兒歌 這個 我記得幾年以前吧 以前文化部的前身是文建會 行政業文化建設委員會 我們資政也當過文建會的主任委員 那個時候文建會就開始 策動有關徵集新兒歌的活動 民國八十九年吧 應該是 開始徵集 我也了解收到很多 非常非常精彩的作品 這個兒歌 他們就挑選 挑選以後 把它編成 一冊 一個CD DVD 這種兒歌的 一共有七集 簡老師也送我一本 應該是曾智症 叫他送來給我的 一共七次 我還放在我的辦公室 辦公室 有空 真的聽兒歌 雖然我們這種年紀 聽兒歌也有 另一方面的 另一種不同的感觸 讓你回味一下子 這個兒子的情景 好 我是說 這一種 徵集新兒歌 讓我們音樂界的朋友 讓我們音樂界的朋友 來 創作 創作一些 貼近我們現在兒童所面臨的 生活的 社會的 乃至於工商發展的 這個環境的一個兒歌 但是呢 在這中間 又可以 又可以 讓他們在 學習音樂的過程之中 達到我剛剛講的那些目的 這一次這個 特別收集的這一個 七個光碟片 現在也有文化部 我的了解 放在文化部的這個網站上面 叫做兒童文化館上線 然後給各界免費的 來這個 收錄傳唱 這是一個很偉大的一個工作 因為過去沒有這種 資訊的這個方便 一定要用紙本的 一定要用其他的方式 但是現在網站上面 遠在高雄 遠在這個南投山區 只要上網就可以 收到 看到 這個 這個新兒歌 所以這個是屬於我們這一代 兒童的這個新兒歌 可以叫做 所以這個名字也取得很好 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歌 就是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孩子的歌 就是我們這一個世代的兒童的歌 所以這裡面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除了國語以外 因為我們也是多元的社會 我們這個社會又相當的 兒童真的很 很 面臨很多的挑戰 社會也比這個環境也比較複雜 多元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之中 要教導他們 要欣賞不同文化的那種能量 就是要讓他們有這個能力 來欣賞不同的文化 的這種力量 所以有國語的 有明南語的 原住民的 這種原住民的 語言的這兒歌 從小就讓他們知道 不同文化融合的重要性 了解 然後建立友誼 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和諧的基礎 就在這個時候 兒童的時候 藉由歐兒歌的傳唱打下來 所以我剛剛提到過的這些功能 可以說是歐兒歌非常重要的 那麼我在這裡 特別要對孫子正來表達我個人的敬佩 這個 我相信各位知道 他這個 從早對於音樂教育的奉獻 大家都知道 可是他對兒歌的重視 更是令我們敬佩 他擔任總統府的執政這幾年 乃至於在還沒有當執政之前 在其他的崗位上面 都非常積極的提出 對政府相關部門提出很多寶貴的建言 強調兒歌 強調音樂 這個教育的重要性 特別是在總統府 大家也知道 這一個兒歌的重要性 也不但引起國內的重視 今天來來也很多 國外的大陸的音樂界的先進們 來參加這一項非常有意義的論壇 也就是說這個是無遠乎接的 音樂 藝術是沒有國界的 沒有疆界的 所以孫之正 您這一份的努力跟貢獻 實在是令人敬佩 非常敬佩 我想小孩子在成長過程之中 到慢慢慢慢長大 從小學 幼稚園 小學 初中 我還是習慣叫初中 可見你們都知道我年紀有多大 因為我念的是初中 現在不叫初中 現在叫國中 叫國中 國中也吧 初中也吧 反正就是那個三年 然後再來就高中 這個階段是最重要的 大學裡面更是如此 當你小時候可以欣賞兒歌 傳唱兒歌 然後讓他接觸音樂 以後他不一定是學音樂 不一定是學鋼琴 小提琴 聲樂 不一定 但是就培養他從小了解 而且欣賞音樂的那種能量 所以我知道今天也很多 初中 應該是國中 還有高中的同學 來參加這一項很有意義的活動 今天下午說不定還要請他們 也傳唱一些 他們過去所學的這些新的耳歌 不過總的來講 這份工作我們一定要引起全民的重視 不是只有我們音樂工作者 不是只有我們教育工作者 不是只有我們幼兒工作者 應該是全民的 家長的 政府的 各社團的 全面性的來重視他 所以我特別在這裡要表達我的建議 對孫之正把這一份工作做得這麼好 引起大家的重視 然後接下來就靠所有 還有我剛剛提到的這個不同領域的 全體的這個力量 讓他繼續來這個發揚 然後傳唱我們新的 很不容易收集了這麼多 而且花了很長的時間 我們今天的這些新的兒歌 讓我們的新一代的兒童 在音樂的熏陶之中 繼續建構他們健全的人生觀 健全的社會觀 來自於健全的國際觀 所以在這裡特別感謝主辦單位 謝謝這個資政的邀請 讓我有機會來跟各位 我非常敬佩 我其實很喜歡音樂 蔡永文教授非常了解 我每一次在外交部手辦的活動裡面 在國內也好 我帶總統到國外去 安排總統到國外去訪問 我一定帶著有一個藝文團體 其中有幾次就是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蔡家授這邊 謝家長這邊的幫忙 我們帶了非常優秀的團體出去 替我們國家對外工作 做了非常多的貢獻 這也是台灣發展軟實力 音樂教育 藝術家 是我們台灣軟實力很重要的一部分 好啦 講了太多了 應該留給孫教授 這個孫教授 還有他們幾位專家 來跟大家交換一件 謝謝大家 也謝謝邀請 謝謝你 祝大會順利成功 論壇順利成功 也歡迎從國外來的音樂界的朋友 來參加這項盛會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主持人 我們敬愛的孫老師 還有我們楊秘書長 我是台灣藝術大學表演學院的院長 我今天坐在這邊也是 像剛才那個小朋友講的 戰戰兢兢 他們真的是在我們國內的 推動這個音樂教育 還有藝文教育最重要的推手 那因為我的小篇論文也寫在上面 那容不容許我現在就是說 我在過去跟楊秘書長 還有我們孫老師一起工作的時候 我們竟然談到音樂 有一次那個 楊秘書長他告訴我 他也教過小學 剛好跟我的背景也很像 那我也是念初中的 那我也教過小學 所以這個我們都一拍即合 兒歌的重要真的是 他有一次跟我提到一首歌 就叫《流水》 這是一個同歌 那我現在先簡單唱梁小潔 門前一道清流 佳兩行翠流 風景年年年一久 只有那流水總是一去不回頭 流水呀 請你摸把光影帶走 謝謝 謝謝 這個是秘書長他教我的歌 事實上我以前有唱過 他告訴我這首歌 而且這首歌的作曲者 整個樂曲的分析都跟我講 真的秘書長對兒歌的這種了解跟支持 我相信我們今天辦的這個座談會 會讓秘書長更加的感動 而且會給我們更多的支持 對不對 秘書長 我們掌聲謝謝秘書長 另外我們還要謝謝 申學雄老師 我們都叫他申老師 申主任 因為他就是我們藝專的 精神的代表 我們真的很開心 他這樣的年齡 他還能夠這樣投入 所以剛才有幾位 包括說要什麼要退休 那個都不要再退了 我們要好好的努力 最後可不可以容許我 播放一段兒歌 這個就是我們台一大 也是秘書長很關心的 老師您好 裡面有一段 小朋友對於老師的感動 他唱出來了 那大概只有三分鐘 所以我想應該不會拖太久 他是一個老師 他在颱風夜 不知道颱風要來 他去教一個自閉的小孩子唱歌 用發聲法 用這樣子的一個爬音的練習 另外有兩個小朋友來請老師 到安全的地方去 他們在門縫看到老師在教這個 兩個小朋友感動 我覺得兒童的歌曲是 我整個劇裡面 我覺得我最感動的就是 老師您好 他唱出這樣的一個音樂 我們是不是 大概三分鐘感動一下 我們再照 可以嗎 主持人 不好意思 當然 我相信我們的工作同仁 都有預備好了嗎 好 謝謝 好 預備好了 我們是不是就來放映這個影片呢 我們要不要到這邊做一下 是 好 就這樣放 就這樣放 好 我再試試看 嗯 這就對了 這樣就對了嘛 妹妹 好 好 我認真跟何老師 學發聲練習好不好 那老師在後面 一面做鼓一邊為妳加油 妹妹加油 好 來 來 先吸氣 吸氣 我們練一下吸氣 吸氣呢 要慢慢地吸下來 肚子要砰起來 像氣球一樣喔 來 吸氣 然後均勻地 吐掉對 吐掉對 雲暗之中 我們看見光了 是她 是她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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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擔心了一身床 請牽定你 請牽定你 情深温暖的照顧 是她引領我 是她引領我 我給她 owed 一起走一晚 我们不是很安然 虚拣不住而我从心轻跳到 我的生命传达 你要让我一天不想 真诚地说声 让自己来 黑暗去走 我们看见光亮 时候为了我们 开心了一山草 明显明顶 心胜温暖的召唤 是他引领我爱 一起走向心里方 是这一枝吗 是这一枝吗 孩子们的歌声是最真诚的 最直接的 而且他的歌声里面拥有真情 他的声音是这么样的 这么的纯真 有时候简单的发声法 可以让他们唱得更好 但是有时候也不需要太强调发声 因为小孩子本身声音就很好听了 再加上刚才几个文学家所讲的 我听到他们念的那个文学 我都想流眼泪 包括老师您讲的那个 有一个讲筷子的 还有您讲到很多 反正在念的歌当中 同样在念的歌当中 那个节奏 那个语言 就能够让人家感动 更何况再配上 小孩子的心声唱出来 我们老师您好 当时我们很感谢秘书长 还有教育部 还有山志正的支持 我们演了33场 全损巡回 因为这一段出来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是泪流 为什么 因为孩子的 对老师的尊敬 讲的是最真挚的 因为他们看到这一幕 音乐它有一个不一样力量 就可以让剧情怎么样呢 更加的有张力 尤其在演完一段时间以后 孩子们的歌声唱 而且利用我们发声法 啊啊啊啊啊啊 这样的一个元素 我们配着三重唱 那今天在这边 我们很感谢两位前辈 我们音乐界的推手 来到这边 还有看到这么多 包括陈云宏老师 我想还OK OK OK 现在是我们艺专业 一位同学在里面 下午的演出会更精彩 我们预祝今天的会议呢 非常成功 未来推展更顺利 也祝福两位前辈身体健康 然后大家都非常幸福 非常开心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蔡院长 蔡院长点出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今天谈儿歌 有理论面 也有谈到声乐交唱的指导面 但是不管理论面 还是务实面 最重要是要有爱 才能够推得动 我是 我不必讲我自己的年龄 但是 看见我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大概也 不是这个 八十岁以上的人 是绝对做不了那么多事了 所以我自己 承认我自己 已经八十六岁了 所以我的好学生简历历 也是我最得力的助手 这一次的活动 如果不是她这样子的热情 那种积极 那种执着 能够把当初已经心灰意冷的 像林淑玉老师的辞着者 几位早期的林文白教授 还有石敬毅校长 我一下子 脑子化不来 好几位 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那个时间 那么感动的 这种情况之下 写出了那么美妙的作品 到了后来觉得没有消息 他们都心灰意冷了 说不要再 不要 没有既望了 是没有既望了 但是突然之间 十年以后 现在甚至于十三年 十三年 十四年以后 竟然把儿子 忽燃起来 那是我 我就要感谢我的秘书长 我真是感谢主动秘书长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个教育家 他了解这个音乐器的重要性 我说我们有这么宝贵的资产在那里 而不去动用它 而且国家已经花费了相当多的钱在里面了 职制不用 气制可惜嘛 太可惜了 一定要把它孵燃起来 所以我们就尽量跟秘书长报告 总统方面非常支持 就智慧 智慧教育部跟文化部 然后才有今天这种发展 这几年来 两年来 可以说是简历历 我的最好的学生 我真是对她非常感动 她的热忱 那个林书云老师 刚刚到了台北以后说 老师 我已经来了 我已经到了 她说我是真感激的简老师 她说要不是她 我这个 我的心 我就不会来的 她说我心已经灰了 就是不可能再推动什么了 然后呢 她是禁不住我的电话 她的电话 所以她就 而且决定来 决定来 决定来参与这个座谈会 而且在座谈会以前 她还要去举办了两场儿歌的演习会 是吧 六场 你看 参加这个会以前 她做了六场儿歌的演讲 她说这种心让我感动 我就说太好了 宝贝 你快点来 而且永远不要死心 不要灰心 永远都要坐下去 我爸是六岁了 你太太年轻了 你还要努力 你要努力很多年 还有很多年的时间可以运用 各位也是一样 我说今天我不能 我只是感动 我看见整个手册上面的 所有的参与的人才 都是专家 都是关心儿歌 关心教育 对于我们的孩子们 充满了爱心的长者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年轻人 我这种充满了感激 谢谢各位 希望你们在这个座谈会里边 能够提起更多更大的爱心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